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掏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于胶江竹上观看秋月春风 一壶桌酒喜相逢 补金多少事 刀副笑谈中 刚才刘雅老师给您讲的大闹大名符 升铁国真不容易 尤其坐这三百多斤 好家伙 我这坐着我都觉得心疼懂 在坐舌子这是公家的事 没有他这样的 而且今天这点还行 多说几分钟 我都要提您的票钱啊 昨天差很几分 我跟他说您的补兽 您不能这就欺骗观众啊 没有您这样 还一拍胸骨粉打个鱼链呢 我今儿就多说几分钟 还真可以 您拿这个书馆来说吧 我们这后台的呀 应该在座的也有后台的我们的同事 这个哥们爷们也好啊 都有评书的 书馆是个好地方 我们的这些人呢 都愿意进步 都愿意多说点 有这次机会呢 心里非常的高兴 感谢我们的领导啊 给这次机会 哈哈哈哈 您坐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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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锻炼的机会很难得 您看说书来讲 跟当口相是有区别的 可是呢 同出一宫 这两个都不容易 拿这个郭老师来讲吧 我知道的 在九几年 各位也有可能知道一点 在这个 京味茶馆啊 就是这个 叫琉璃厂啊 有一京味茶馆 里边也坐着几十个人 他跟王月波 大白胖子 王月波俩人 拆着书 王月波在前面 我师父呢 郭老师在后边 俩人三个多小时 拆着书 一练就三四年的时间 特别难得 这书呢 不摔打啊 说不出好书来 我们这些小学生 小学员啊 差了很久来 您看这书馆很多趣事 既然坐在这儿 我就给您讲一点趣事 咱们不说 不笑 不乐的 就是 你拿这个 京味茶馆来说吧 想当年他不说书 有的没看园子的 就看书馆的呀 二多岁 一小伙子 长得漂亮 长得 哪是这河北的家 搞一女朋友 这俩人都给爱好 爱养猫 养一个大黑猫 怎么拿着 那个九几年那会儿 还没出什么猫粮狗粮呢 有可能刚出可很少 他一月工资费就是一百多钱 因为那看园子这么多钱 能做二三十人的 俩 那个郭老师跟王宇波俩俩 拆开了 把钱打下来呢 分开了 剩下的给园子一点 几十人 养一大黑猫 他就能花那么二三十块钱 买一袋猫粮 很少啊 当时这猫粮 都不掺康 不对价 跟现在这猫粮 猫都不爱吃 我闻着都过去 确实 他的 你看咱们在座的今天 今天桌子还没有 那个零吃的 摆那个 现在像那儿 那桌子摆那小碟 一个星期 给这猫啊 换一顿伙食 平常呢 就是馒头啊 花卷啊 给搅点剩菜啊 来点虾米啊 给他拌拌吃 每星期 换一顿伙食 这么点的小碟 抓一把猫粮 搁在上面 给他搁这个 桌子脚上 或者是搁那儿的 那天呢 寸劲 这王月波呀 病了 咱们病了咱就不好说了 这个病很特殊 咱一说呢 就影响人的声誉 我一说你就不声誉了 不好说啊 其实就是感冒这个 这个王月波没来 得找一替厂的呀 谁替厂的 来点我就是马琪啊 就原来咱们这 康玲萌书馆 连说再唱再闹那位老先生 就是马琪 明管穿什么衣裳 这扣红来就没记上过 这鞋就没穿上过 老师一直塌了 一直提上 一口呱唧唧唧的 这声音 马琪 他呢 在我师父前面 郭老师在后边的人 他在前面说随堂演绎 也是跟咱们现在似的 两点开吧 他一点半 他早班的 他坐这儿了 这手拿一扎钩 吃这扎钩 吃完了 一磨 就坐这儿了 人家这个小伙子 正咋这天给这猫换锁食 拿这盆 搁人一把猫粮 人家打扫卫生 人家也没搁的盆 说我打扫卫生 再给这猫 给它放下猫吃 他也是呢 这个手欠 就无意当中啊 就搁在桌子一脚盖子 这时候人马琪先来来去坐 爹你就来脸三味 就看着这包凉 咬 你行 好吃 行 这晒起还行 新成品 小颗粒 小颗粒 风 看这叶子外边有一层 巧克力瓶 拿起来 鱼味的 鱼味的 好 他得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别做两三位观众 已经都做了聊天喝水 人家有不知道的 就看 哦 我这一小天 看着像楼梁 他拿起第二个来往嘴里 刚咬哥 其中这有一女观众 好糟糕 太吓人了 这看马医生 牛肉味的 这伙子呢 刚一抓第三粒 小伙子呢 从边拿瓢就过去了 他这一抓 小伙子一抬头 他呢 当时这个马先生呢 就有点单杆 嗯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你去啊 哦 这个 搁错了 那得搁底 别搁这儿 我替他们尝尝 呵呵 您味的 啊 你一看见过这个新进的品种发 我看刮尔花生的没有 这个 呵呵 他一文正教 哎 到我了 这个不卖的这个 啊 新出品的 好 这吃的大笔啊 这吧 没吃过 你尝尝 我不吃 你尝尝 他非得叫小伙子 你尝尝 这好吃我吃了当时 呵呵呵 你尝尝 嘿 小伙子 我尝尝 我不能尝 我尝尝 别替我尝个酒去的 可以啊 谁谁尝都行啊 你尝尝 你不尝别 小伙子回去 到屋里 一条链收来 把这黑猫去抱 我这一 让他尝尝 再看马骑先生 呵呵呵 呵呵 可以呀 这家够富的呀 这么好的东西 愣给猫吃 啊 这 我都买不起的了 我跟您说实话 这就是猫粮 什么叫猫粮呢 就是给猫吃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我要替这猫尝尝 也不算醉 呵呵呵 呵呵 啊 咱们试试啊 这小伙子都无语了 怕不然这猫拿这碟 就回去了 怕骑先生打这三天都没吃饭 呵呵呵 别饿啊 您呢 您琢磨前面吃一扎糕 后面吃两根猫粮 这得什么感受啊 这是啊 这就是书馆建门 咱们这书馆呢 二队三队我没赶上 因为我们呢 这个一个星期轮一回 我们这队呢 就是我赶上了 啊 我这刚才那坐着 我接场 我就琢磨这刘老师 那门没开着了 你说刘老师这这三百多斤 坐这儿 昨天许去了 我这书筋这有大身上 您琢磨他穿这衣裳 我一想 哼 这玩意就怕想 咱要看见了 无所谓 您琢磨他这个坐这儿啊 一褶又一褶又一褶 呵呵呵 人这三十多褶 大身上 我正想着呢 一拍这这小木头 倒踢紫荆棺棺 呵呵 呵呵 我说刘老师啊 我信了吧 这是找死来的 这是 呵呵呵呵 这磨三百多斤 来倒踢紫荆棺棺 好家伙 我说您这 今儿是喝出去的 这边 你琢磨他的模样 一伸胳膊 这大腿往后一翘 来倒踢紫荆棺棺 这什么模样 这是这个 就怕想 我想开这门看看 哎呀我还没敢 为什么 从那坐着 前两排都能看得见 我怕影响人家这事 他走了呢 给您讲一句笑话 这时候真事 刚才我说那个呢 吃毛粮这个 是真事 您可以随便听去 大声讲 我这绝不说假话 我会讲啊 呵呵呵呵 可别跟别人说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哎呀 不说了 露下了 露下没事 这老板都见不得了 这个啊 呵呵呵 呵呵呵 昨天呢 给您说一段 聊斋志意的牛皇 前半部分呢 讲了几个小素质 预言故事 这个聊斋志意呢 不好说 吐松林先生呢 大财呀 长篇短篇 四百多回 有说鬼于人的 有养人与鬼的 有超度亡魂的 还有把这鬼呀 和人呢 打入这十八僧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的 各有利害 每篇 都有他的精髓 所以呢 咱们讲呢 像我来说 我这个年纪比较轻 只能是理解的呢 比较肤浅 可是呢 有一个大道理 是不变的 就是 报应循环 人呢 一定要学好 善念为重 千千万万 不要走邪道 坑人害人 今儿我坑个张三 明儿就坑个李四 后来我偷人点钱 我再想点别的办法 把人家怎么着踩得下去 我得怎么着怎么着的 这个千万不要做 钱是你的跑不了 不是你的 争也争不来 这人这一辈子呀 有多的寿命 那是老天爷固定的 有多的财 那也是已经定好了的 自己呢 多努力 多努力 千万不要想啊 说这 我今儿子得到这个 明天我买辆车 后来我偷过东西 这不行 讲鬼欲人 讲人欲鬼 报应循环 讲这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 我也知道 可是做起的非常难 您就拿 前两天 这是我呀 听说这么一个小事情 这事情 我就 深有感触 虽然不是聊斋的内容 可是呢 说的道理呢 也很有这个现实的意义 这人呢 叫姓宣 叫宣老四 哪人呢 安徽 安徽合肥的 好地方 干什么呢 屠户 杀猪的 天天干这个 已经三十多岁 打二出头 就这杀猪 许一方 媳妇 这媳妇姓赵 长得好看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 个儿不高 大眼睛 双眼皮 娘家呀 排六 就是啊 娘家 她不哥几个呀 哥六 她是最小的 这个 娶这么一大奶奶 姓赵 汤六 好看 女人她的身材来说 这个头 要说女人来说 非常标准 一个字都评语了 小巧玲珑 非常可爱 好看 这大奶奶呢 就非常反对 这宣老四宰猪 说你不能再宰猪 说为什么呢 前两天我做梦啊 梦林 中国给我托梦 你们把我们都杀成这样了 现在还在继续的杀 杀完还吃 大的不饶 小的不饶 老的不饶 少的不饶 全都给吃了 我们得报复 这大奶奶 做这么一梦 出了一身冷汗 当时就醒了 哎呀 这个 一想 第二一看 有个孩子 这孩子呀 也不大 有那么三四岁 你看 哎 一看这孩子呀 满脸 全是汗 而且这汗出的特别 发红色的汗 哎呦 我的孩子怎么了这是 这是出的汗吗这个 走上前来 这位 这位赵氏大奶奶 拿这毛巾呢 给孩子擦汗 擦完汗 拿过来 从那灯光下一看 呦 不是汗 血 谁说是血的 比这个血呀 薛薇的浅一点的颜色 可是呢 将近 接近于这个血的颜色 大奶奶当时就吓一跳 说我做这么一个梦啊 对我有害 倒没事 对我这孩子有害 我可接受不了 坐这儿想 我们做什么缺德事 没有缺德事 只有一件 就我这爷们啊 沙中 十多年冷徒在经营 我怎么劝着都不听 这回呀 我得好好劝劝他 拿着灯出来 一开门 他的院里边啊 左右两排 全是猪圈 而且呢 买了猪哥里边 养几天 再宰 抽个工夫 给缓个时间 无意当中 靠左手这边 猪圈里边 回头一瞧 哟 昨天买了两头猪子没有呢 往前探着身 往里一看 当时一看 这寒布根都落下来 撕 还刷就下来 猪没有了 躺着两个人 两个女人 赤身落体 您躲着这景象 猪没有了 靠着这墙根这儿 并排着 两个裸体的女人 有一个女人 还对那个女人说 哎 大姐 您看咱到这两三天了 她怎么还不宰咱们 这就说了 哎 妹妹 我猜想着吧 这 放不了 可是有一个主意 能救咱们俩出去 什么主意呢 抬头观看 这两个赤身落体的女人 抬头一看 呦 正好 这位赵氏大奶奶 往下观看 这六只眼睛啊 三分之一相对 这一看 她一看 她 这汗全下来了 当时其中 有一个女人 对这赵氏大奶奶就说了 大奶奶 不瞒您说 您也看出来了 我们是诸惊一转 今天没别的 已经到您这两三天了 只求您放过我们 如果您要不放过我们 对您的家可大大的不利 赵氏大奶奶 好吧 我去给你办这事 转身 去找那宣老四的路 见了宣老四的面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一说 这宣老四啊 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哎呀 这下说 根本就不可能 哪来这的呀 跟我去看看 看看去 现在就在猪圈里敞了呢 这二位 让他们跟你说 你听着怎么样 不可能 你跟我去呀 走啊 看看去 拽着宣老四就到这猪圈来了 到这儿硬丁一看 坏了 这俩呀 又恢复原形 又是猪 你看 宣老四怎么样 啊 我说什么呢 你这是骗 你要说不让我杀猪 干这屠宰经营 我可以不干 你为什么编着骗我呢 这可没有 大奶的跟他三说两说 说见了 大奶扬长盆去 回娘家了 就当天的晚上 家这孩子 一命乌户 还死了 转过天来 宣老四 去娘家 报这个事情 大奶奶 文青这事 哥都毕生 崛起而挡 宣老四 你看 孩子没有了 大奶奶 媳妇也死了 当时一翻心 一口血喷出来 没死 可是呢 不会站着 走路了 也是 给猪的模样 前俩手 趴着地 这四肢胳膊 啪啪啪来嘴走 地就走 而且呢 不会说话 学猪教 遍地 荒山遍野去找吃着去 打这儿 流亡三年多 有一天被路人发现 还死在荒郊野外 这是 离咱们事情 并不是很远 这我听的是一个 真实实事 这就教导我们 一定向善 少吃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 我就不爱提刘老师 这就是讲一个寓言的小故事 人必须得向善 差不多了 我给您说一段 聊这一句 这个主人公 叫贾子龙 哪人呢 原文上写的 长安市人 长安呢 市人 长安就是地方 市人呢 就是读书的人 叫长安市人 每天呢 读完书 大街上闲逛 有一天 忽在这个刘家老店门前经过 他又琢磨刘家老店 这地方我老来 可是呢 这三四天 没有到这儿 里边有三五知己 到里边看看 说话 喝点酒 攀谈攀谈 也是好事 说的话呢 贾子龙 上台阶 刚上了两个台阶 一抬头 从那酒楼底下 吓了一人 穿白挂素 一身白 手里边 拿一个折扇 扇扇子 长得漂亮 特别漂亮 跟我是 你能亏信的 他一抬头 这位呢 下楼一低头 两人四目相对 当时 这贾子龙 嘿 心生爱意 那位说爱意 说这 男的看着 男的也能心生爱意吗 哪位点头 有 不是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 古时候 我说的呢 聊该致意呢 普通灵先生写的是明末清初 在汉朝 汉哀地留心 宠爱 一男童 叫 东才 长得漂亮 有这么一句老话 叫断秀之痞 这皇上就爱这男童 长得漂亮 极了 晚上跟这男童一块睡 俩并肩在这儿睡 皇上啊 他不能是全脱了 全卤着睡那不休 穿个上衣啊 上衣 您要说什么事 随时上一台一台就忙 没错 穿个上衣 俩并肩睡 晚上起来 皇上呢 要方便方便 方便方便 各位知道吗 方便方便 一起 起身 起不来 怎么了 这位男童呢 总才压着这个 这边 这衣服啊 袖子 压着一半 哎 一拽 没拽动 你要跟一般的皇上一扯 就走了 他估计 舍不得 扯半衣 要把他惊醒了 可怎么办呢 我非常喜爱他呀 他醒了 一会睡不着觉了 我得多心疼啊 怎么办 慢慢的 解开这一扣 把这袖子 一吞 这胳膊出来 边上拿着脚子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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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脚 这衣服 这袖子他就断了 起来 奔厕所 回来之后 这董才醒了 哎 皇上哪儿去了 一看 边上 有这半截袖子 拿起来 这 死所逃亡了 这呗 不等了 皇上他干嘛去了 回来之后 呦 您回来了 我回来了 您这个怎么 怎么就把这袖子 给搅下来了 哎 我瞒你说 你睡觉压着我这袖子 我怕打掉你 怕影响你睡觉 给搅下来的 哎呀 哎呀 心里特别的激动 哎呀 哪有袖子 这袖子呀 我得珍藏起来 您小下来 这是为我呀 这么大的皇上 忍痛可爱 把这衣服给搅破了 这袖子 我留着 起个名字 叫段碧山 哎呀 搅起来 这就是男的 喜欢男的 挺好 没有这个龙龙的事 就这个 我的你说 你这么一听 这贾子龙呢 一看见这个 年轻人 心生爱意 爱一波 喜欢 这一个人对一个人要喜欢 他说什么 他就骂他 他心里都高兴 他要不喜欢呢 天下得送了十个亿的 他也不喜欢 当然也没有人认啊 小伙子下楼 当当当当下楼走 扬唐门去 他上楼 别人叫一伙计 来来来 刚才 这川白 挂宿的小伙子 是谁呀 小伙子说 如果这 这个是新住店 已经住两三天了 他姓什么叫什么 姓什么我知道 他姓真 不知叫什么 姓真 姓真 看这意思是书生 那是真生 原文上 对这个真生 并没有明性的介绍 只是 真生俩字 我叫真生 我姓贾 我叫贾生 好 这都跟那妇产医院有关系人 真生假生 这一眼看上去 这心里边可就垫下了 转过天来 隔现代的时间五点多钟 起着床 收拾完了 三步并坐两步 两坐并步一步 汤汤汤汤汤汤汤 直接问这刘家老店就去了 打 汤汤汤敲门 还没开门呢 太早了 小伙计 给叫醒了 哎 你看 哦 贾先生 贾子龙 您有什么事 哎 我问问你 昨天我问你那真生 还在这 店里住呢 在 在在在 那我求您个事 什么事 你到里边回禀啊 就说 长安侍者贾子龙拜见 哦 贾子龙拜见 那这样 没问题 可是有一天 太早了 他们五点 人家没起呢 没起你也叫 一会他走了 怎么办呢 你去叫 好 我已经回禀了 到里边一叫 啪啪啪你打门 这真生还没有起 谁呀 我小伙子 什么事啊 外边长安侍者 贾子龙求见 这真生一响 贾子龙 我没听说过这个 贾子龙 哦 你告诉他 我不在 好吧 好嘞 小伙子出来了 贾先生 嘿 不巧 这真生哪 我他不在 我世人话不着呢 不是 人家就这么告诉我的 让我转达您 一拖一拖一拖 这还真变 行了 停完了 来看 贾子龙 卖方物 摇折扇 到这真生的这个门前 啪啪啪的 你打门 真先生在吧 谁呀 长安侍者 贾子龙 拜见 您等一会儿 就听里边穿衣滑 穿衣滑 啪啦 啪开着门 哦 您是 我是 我是贾子龙 长安侍首 您是我姓真 真生 哦 好好好 来来 进 俩人进的屋来 分兵主座 嘿 越看这小伙子 越爱 真漂亮 好看至极 哎呀 您到此 合适啊 不瞒您说 昨天 在门外一见 我对您 非常的喜爱 看您这个国务 一定是大财呀 哼 我跟您说 财产之上 我呀 就是好读书 嗯 没事啊 咸游 游到至此呢 打算住几天带走 那好了 既然说在这儿呢 咱们呀 近乎近乎 我每天找您来 咱们一块聊聊天 坐坐学本 您看怎么样呢 您 真生的牛点 你有什么学本呢 家众一听 不高兴 我有什么学本 我的学本大了 这么多了 我给您出个上铃 你也能对些嘞 每天你就找我嘞 怎么样 那没问题你出吧 上铃听好了啊 我这上铃是 风吹水 沉沉浪 吓得容易听 哎呀 没少听响 我给您对 鱼打沙探 万点 点点坑 我想万点坑非得叫上进度格 哎呀 点点坑 对的倒算公整 那我要说上 您怎么对呀 下呀 哦 我说大 小 小吧 我这上铃有个人 您怎么对呀 对狗啊 对狗啊 好 您这是 我这是上大人 您这 我这下小狗 这可没有了 俩人呢 说着说着就玩笑起了 非常的高兴啊 可以 这夹子龙啊 心里特别高兴 或者 上酒 或者拿个点酒 夹子龙做这本 真生做对面 俩人 你一碗 我一碗 连着喝十宫 昨天我介绍了 十宫啊 就是十碗酒 就是老年间呢 计算喝几碗 叫十宫 喝 俩人面带红韵 高兴 吟诗答对呀 哎呀 好 您刚才对那个 雨打沙滩 点点坑 嗯 有内涵 缺少个横批呀 横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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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算了棒棒棒 什么横批呀 这没有横批这个 越说越投居 越喝 关系越好 这真生 就问了家子龙 哎 哥哥 咱们这兄弟 您 读书 读的什么文章啊 我呀 也就是读一些古文 一般以什么为题呀 嗯 一般的深一点 这也就是春秋提呀 八本文章 春秋提 哦 春秋提 您出个题目 我给您对的怎么样 可以可以 以春为题呀 可以可以 春秋提 哎呀 春秋提 好 不给您对 八又秋风 真正亮 一场活路 一场说 小颜双单打 独根草 挂得扁 甩死 桥外 梗儿上 而已 什么学问的您这是 您可玩笑了 俩人越喝越好 这会儿就有点多了 您读书 您有什么经济来源 都瞒您说 我还真没有过的经济来源 那 您这个这个 指什么吃呀 不瞒我呀 祖上 什么说 祖上 回一关 留了一点金银 每天 我都请您到这儿喝酒 您看怎么样 真生跟听 好吧 就这么着 一天接一天 连着就半两月 每天都这甲子龙 请这真生喝酒 每天俩人喝大醉 已经成为默逆之好了 有一天 这真生 喝了酒 一抬头 一抬头 对着贾总人说 贾兄啊贾兄 每天你都请我喝酒 你这个钱 花都差不多了吧 家东闻听一苦笑 不瞒您说 今天早上起来呀 把棉袄当了 就上边请您喝酒 这是何必呀 虽然我不富裕 可是我这个钱呢 比您花的方便 这话怎么讲呢 你怎么比我花的方便呢 这么多了 您到外边吧 随便捡个瓦刹来 什么叫瓦刹 就是咱们的碗呀 摔碎了 找个小瓦刹 有大块 有小块的 贾哥龙出去 找一小块的瓦刹 拿过来 放个桌子上 再看那真生 不错 你腰间 掏到你布兜里边 布兜里边 一伸手 掏出一块小黑石头 就这么一点啊 小深石头 把这把刹拿到手里边 口念咒语 咱也不是念的事真的 说着话 拿那小黑石头 到这瓦刹上一点 当时 这甲子龙总边定睛一瞧 呦 再看那瓦刹 变成了一块真金 哎呦 哎呀 地道啊 这个 你瞧瞧 拿起这把刹 哎呀 可以呀 你这个 呵呵 甲兄 我把您说 这就是我说的 比您花得方便 今天给您点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 您来 我接着给您点 哎呀 求之不得呀 哎呀 转过天来 把那块瓦刀的金子 换成银子 俩接着喝酒 过了几天 这甲子龙又来了 拿一块和卵石 这个瓦刀 这个你看 哦 喝这喝这 跑出来 两三遍咒语 念完了 哈 一点 又是一块真金 真好 又花了 喝酒 又过几天 又来了 这回来 背着手来的 这回 哈哈 哈哈 真贤地 哦 假修 你看呢 这个 还得麻烦您呢 什么事 我这 还得给我点一下 小雷来 哥哥的事 嗯 半头砖 好 二十个 来看真生 掏出小黑石子了 定睛一看 呦 这可没有 好 您拿我玩笑了 给您 点几块小的 也就算够刻意的了 点这么大块的 恐怕与你 与我都不利呀 你看 当时 真生就不高兴了 假如你看 别找别人 拿了个人 还已经看 我得跟您开玩笑 谁让您点热 我就是 你让拜一脚 我给您点一脚 他就扔个拜托了 俩人呢 通过这个事情 心里边 就有点不宣分 什么叫不宣分呢 就变了 他呢 觉得我拿一块 你不回我脸 而且我每天 请你喝酒 真生呢 琢磨 有点过 小鹽呢 我给你点几块小的 还可以 您这 点这么大的半轴砖 您那我当什么的 俩喝半酒 喝着喝着 俩就有点醉了 趴着桌子 就睡着了 睡了不一会儿 甲子龙呢 蒙蒙蒙登登的 就醒了 坐这儿看着这真实的 石头 把一点 金子 低头了 我要有这么一块 我好 哥在我这儿 我拿走 随便点 吃什么不香呢 哥 气得贪心 他也不敢叫 他一看 这小黑石头 这包 就在这真生里 腰间这儿憋着呢 我试试 他 孽族浅夫 一看着真生呢 睡来真熟 打着呼噜 再看这位 假仙人 绕过来 到了真生的跟前 到了腰间这儿 哑哑 哑 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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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开心 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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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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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灯光一看 嘿 哑哑 晶莹剔透 小黑石头 正美着呢 在后面 一只大手 把这小黑石头 就挪过去了 就这大坏人的 都后半夜了 贼人胆虚 他刚投过来 就抢走了 接着用你打一冷战 一回头 一看见 这位真公子 真圣 躲过来 两手合石 拿了小黑石头 常识把这 贾总给吓得 谁倒是说话呀 了解这原文 真圣说 我言君贪 如何 就是我呀 贪心不足 人心不足 舌吞相 我给你点了这么多的东西 你都不知足吗 今天没给你点那块半头砖 你愣要透我这个宝贝 你居心何在呀 我言君贪 如何 我当时把这贾总给说的呀 脸呢 红一阵白一阵 紫一阵 青一阵 都干那外国鸡了都 一低头 苦头 就坐在地上了 哎 兄弟 我错了 我不应该 偷您这 我也没别的心 其实我 我就会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什么 它怎么 它就一点就成了金子了 俩人谁也不搭理谁 各自安歇 他睡这边 他睡这边 转过天来 东方发小 贾总龙躺在床上 就听外边叫他 哎哎哎 行行行 还懂 谁呀 小伙子 贾先生 行行吧 走吧 我干嘛 回家吧 不我还跟我兄弟聊呢 没有兄弟 什么兄弟 我真生啊 你看我哪有 一看 真生 连着那扑被短 踪迹不见 没有影了 打盖起 这贾总龙回到家去 心里边是万念俱灰 我言君堪如何 我怎么就起了这个心 非得偷人这个东西 我成什么人啊 我怎么了 我 我是书生 我 啊 这传出去 这老街坊跟同事 这不骂我吗 我得要脸呢 我得 啊 做些病了 天天 道个这几句 我言君堪如何 我言君堪如何 每天每在家里憋着 别让亲戚朋友呢 也劝了 哎 哥哥 别在家带着了 您这都快做些病了 出去外面拽拽 溜达溜达吧 您这个 您这快成神经病了 这 家子龙溜溜达达就出了门了 出了门了 他们家门口呢 边上一片小树林 树林过去是一道河 他过了树林 低了头还咄咄咄咄咄咄 我言君堪如何 我言君堪如何 哎 低头无意当中 路过这条河 看见河里边 有一件东西 朔朔放光 什么 怎么这么亮呢 还真照眼 我瞧瞧 上前去 一哈腰 从这水里边 把那件东西就拿起来了 拿起来一看 呦 这东西我怎么见过呀 这不那个 我兄弟那小黑石头啊 好 我呀 拿回家去 如果要是他的 真生的这块小黑石头 他肯定得回来 我现在呀 想他已经都成了病了 他要来找这块石头 我给他 我们俩的关系 不是照样还能恢复原样吗 这主意不错 脆痘里边回家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画紫时十二脸 就听外边 啪啪啪的 你敲门 贾兄 贾兄 灾儿 哎 这声音怎么这么粉熟 贾子龙出来 一开门 哎哟 你可来了 一看 战事真生 哎呀 兄弟 想死我了 你这些 你干什么去了 那天 刘家殿中 不辞而别 所为何故啊 哎哟 饿得也有 先别说那些了 我问问你 我那个宝贝 让我遗失在荒郊 你可曾看见呢 什么宝贝啊 他就不过 咱可不带这么玩笑的啊 我那件小黑石头 你要看见了 您可得给我 如果您没看见 我到他处去寻 来来来 兄弟 跟我上屋里落座 坐下 再看贾先生 这位贾子龙 到底背后坐底下 你先背后 拿出来 兄弟 是这件东西否 哎哟 哼 哎呀 我这 真是这件东西呀 我可倒塌了 哥哥哥 我没有这件东西 我连命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的命根子呀 哎 这 我怎么谢谢您的 哎 谢我什么呀 咱们还教呢 啊 我给你点着了也不算什么 我就不是缺钱吧 哈哈哈哈 哎呀 没有什么缺的 当然了你乐一点就点不乐意 你就罢了啊 别的 您既然说的这儿子 我呀 怎么也给您点 这么多了 您哪 把这块半头砖拿来 我现在给您点这块半头砖 哎呀 哎 这么多了 您哪 也并给我点这块 无论点什么东西 让我自己来一回 那怎么样 真声一听 你自己来一回 啊 我自己来一回 我这可有咒语 你告诉我呀 我记得我点一回 我是凡夫俗子的 是不是 你这一点就点了 你告诉我 我点一回 我也 我也来一回 可是我这咒语呀 能告诉你 怕你记不住 而且呢 我这咒语比较长 什么咒语呀 你告诉我 好 你听不准了吧 你可这一遍对的记住 我这比较长 你说吧 我这咒语是 蒸羊狗 不是蒸羊狗 蒸羊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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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这个 培着我的妈呀 好家伙 您拿我开玩笑 这个 说他们是 不一小容易 你可以 是不是 太咒音了 这咒 我呀,教你两句短的,短的可以,听我这个啊,我告诉你,记住啊,两句,沙子一拍子,金子一拍子,这两句,仿佛在那儿听过,听过,听过,这就行吧,可以,好。 再看这位,贾瑟隆,拿着这小黑石头,出了房间的门,到院里边,瞧瞧,点什么呢,说着话,总地先捡一块整砖来,拿了一块整砖,点汤,真声也就出来了,看这贾瑟隆, 我这哥哥到这儿点什么呀,拿起这块整砖的心里就忽悠一些,别点这个啊,要点这个,可以学微大一点啊,再看,这位贾瑟隆,拿着这块砖,这手拿着小黑石头,他可没点这个,刷了,一回脸儿, 看见,这门底下有开尖,整块的,三掌三,打青条石,高半寸,宽半寸,三掌三,一瞅这一搭眼, 当时真声吓了呀,刷着汗就下来了,一把就抓住手了,假说,这可不能玩笑啊,那个东西可不能点哪,那点完了,与君与我都不利呀,太大了, 再看这贾瑟隆,拿着整砖,拿着小黑石头,啊,我说点他的吗,我说点他了吗,啊,你就拽着我,我说点他了吗,你瞅,我瞅他我就说点他了吗,啊,我不拿,我点他呀,我点他的,认为我,你瞧,你瞧,你瞧,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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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再看这个长安侍者贾瑟隆,这手拿着小黑石头,这手拿着半头轮,嘴着念着咒语, 杀的一袋子,金的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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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拍,他可没拍这关头,往下一落,这关头随着这手,啪,就扔了,再看这小黑石头,不偏不正,啪,整点这清条石,再看这清条石,刷打开了,光芒万丈,一块儿整的大金砖, 当时把这真声吓得哭疼,就坐了地下了,哎呀,我说不让你点他,你非得点他呀,你点了他,我的命就没有了,有何功劳,我给你这小黑石头,让你点这么贵重的东西呀, 啊,你瞧,家子龙微微在笑,小姨姨,姨姨,姨姨,你怎么了呢,我点他了,你拿我如何呀,不是假秀吗,我拿你没办法,你说的不算,你算了不说,言而无信,为什么要点他呀, 你点他,你点他,你我都无理,咱们俩人的命都得死,一听这话,这家子龙心里边就量了半点,哎呀,我点他,咱们俩都得死,咱们没有功劳,你为什么点他这么大的, 啊,舍这么大的财,你脱了,你没力那么大功啊,啊,你,哎,那,前帝,这有什么好办法吗,能处不杀了,别死了,哎,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呀, 你呀,你呀,施舍于人,你拿他点成金子这么大块,轻条石都变成金条了,哪有舍的,且施且舍,舍官,一百口,须一百件,就是官的,你舍一百口, 去穿的衣服,无论是棉衣服,还是单衣服,舍一百件,不能留你,甲总的名字,留我真生的名字,让各位,凡是穿着衣服的,得我的好处的,都得念我的好,天天有人在念我这个名字, 对你我,对你我还应,兴许有点缓,好吧,其实啊,监闭,我点他也不是为我自己的话呀,是我也是,我就,你不说我也想施舍的,好吧, 就是这回事儿,他还这个,这一生,从手里边,接过这小黑石头,揣着腰里边,一边沮丧,一边我一走,我说不让你点,你非得让我点,你非得点, 阳长而去,夹个龙出了门,想送走一抬头,真生,踪迹不见,回来之后,看着这块金条,三掌三大金条, 不愿意,来自我,进楼过去,到厨房,把切袋刀拿出来,带人家多点金带,把切袋刀,踏一刀,一块儿,出来,二三斤的,到外,换成钱, 到官员部 掌柜啊 怎么着呢 把这钱给你 从今天开始 如果 有买官员呢 不许管他要钱 尤其是穷人 穷人不需要钱 富人该要要 穷人不担 不要钱 你倒给他们钱 家里边 发丧出品 一切事情 都有我出 如果这钱不够 管我 家子龙来要 好嘞 当个卖衣服的地方 哎 掌柜啊 拿这钱 坐 多少钱 一千件棉衣 我您做这些 您得穿得怎么啊 您得 啊 不是我穿 施舍 这是什么叫施舍啊 啊 好棉和好布料 做成衣服 我卖施舍 啊 做好的必须做好的 我检查 做好的衣服 往白痴 到了这个 真生给的 真生给的 到他们都真生给的 千万别留我的名字 求人高兴 穿着衣服 嘿 你看这棉衣服 又暖又清 这哪是棉衣啊 这是龙服啊 这是 哼 哎 这穷人啊 高兴了 问这 贾总 哎 贾先生 您这棉衣 真的好啊 又暖和又清 什么呢 再看这位贾总 一拍胸脱 横打鼻脸 我这衣服 我这棉衣 正用八百号羽绒服 这是人话 不能说啊 哎 且失且舍 亦舍三年 三年 真生每天走的 三年之后 真生又回来了 也一敲门 啪啪啪一敲门 哥哥在家吗 贾总一听 哎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开个门一看 哎 兄弟 你可回来了 我就等着你呢 怎么样 哎呀 贾兄 交朋友 还得教您这样的 您是说的是真算的 这三年呢 果然不失信 舍得棺材 舍得衣服 舍得太多了 而且呢 我呢 早就知道你这件事情了 我回来特意来谢谢您的 咱屋里说话 进了窝落下坐 这贾总就问了 您这三年干什么去了 啊 我找您找了很长时间 都没找着 哎 哎 家兄呢 不瞒您说 我呀 您找不着我 我回天上去 天上去 你 您 真贤弟 您是干什么的 哎 哎 不瞒假兄 我乃天上去灵狐也 什么叫灵狐啊 就是狐狸 天上的狐狸 不瞒您说 您 看你这个小黑石头 这不是我的 这是什么呀 金潮 有个大夫叫葛洪 他是财神 给我的小黑石头 眷恋我 跟我的关系好 可是我呢 拿这石头 轻易不能点 不能舍财 没利那么大功劳 你点了他了 我拿这小黑石头 回到天上去 得受玉体的责罚 三年当中 没让我出门 每天在天宫 受罪 而且呢 您按照我说的 且实且果 舍着这些东西 玉皇大帝 跟各位神仙 都知道这事儿了 眷恋我 还有我海外的朋友 在金殿上 给我请罪 把我保下来了 三年 我又恢复 原来的极品了 我是一灵狐野 大战至此 甲子龙家里边 每天都有狐至其家 甲子龙 九十九岁 无病而终 每天 真生 到甲子龙九十九岁 都到家里来 与这位 甲先生 一同喝酒 一同作诗 无病而终 这正是 说书唱戏 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千胜盛到 是 是 好 好 好